接着说明一下海滩的画吧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的题目跟环保有关 这个时候也许你会想要做一些跟静滩有关的小游戏或者是动画 那海滩的部分呢 通常如果是静滩的话 当然是以沙滩为主角 所以天空的部分要不要流要不要画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示范就以这个沙滩为主角 然后呢再搭配海的部分 那如果是以沙滩为主角 通常我们的视角就会转变成为由上往下的俯视视角 首先我们给它一个背景色 这个背景色呢 我们来选择一个接近黄色土黄色的这个色系 好然后一样我们把它转成点阵图之后填色 填完颜色之后 如果你想要继续在上面画图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转换成上亮图 但是因为海浪的部分 我希望它是额外处理 否则的话它会跟背景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就用角色的方式来处理 好我选择了一个角色 接下来我要制造海浪 那海浪的话呢 原则上它是一个有深浅变化的固件 所以说离海岸越远的海会看起来颜色比较深 离海岸越近 特别是当它有浪花的时候 看起来会比较浅 所以我在制作的时候 一开始我会先拿一个深色 接着拿出方块 那通常我们的背景色 应该是说背景的物件 我们不建议使用外框 最好是使用无外框 因为如果我们的角色已经有外框了 而背景的各种物件上面 又加上外框的话 那很容易呢 会让我们的背景跟主角有冲突 而且让画面看起来很乱 所以在外框使用的建议上面 背景的部分通常会建议不要使用外框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上面 我希望这个海浪是从上面往下的方式 来做波浪的 好 那海浪既然是有波浪的 就不可能是这样子平平的 所以我们一样拿出这个节点编辑工具 送它一个节点 接着稍微拉一下节点的弧度 那第一个海浪就做好了 那你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它的范围假设 我要这样子好了 好 第一个就做好了 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上去一点点 接下来你们都知道顺序就是不要重套了 Ctrl C Ctrl V 附这个 附这个之后我把它移到最下层 那我们刚刚说过 离海岸远的我们会稍微深一点 接近海岸的部分呢会稍微浅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个彩度或者是亮度都做一下调整 可是如果它的两条海浪的线啊 波纹是一样的 其实看起来有点无趣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点变化 所以做出横向翻转的效果再把它放上去 那如果翻转的幅度太大呢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点调整 甚至于我去调整原始的这个拉杆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拉杆 我们把它调的幅度不要这么大一点 好 我们把它调的幅度不要这么大一点 让它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曲线变化就好 然后把它放好 OK 好了 第二层海浪就好了 那最后一样呢 Ctrl C Ctrl V 移到最下层 接着再给它一点点不一样的颜色感觉 那这海浪到底要做几层哦 就去看各位同学的需求 你希望你的画面经矩度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就是看需求去做选择 但是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是说 我们这个海浪的话 通常外面这层会站的空间范围比较大一点 然后越来会越小 最后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水花的部分 那水花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就会直接给它一个 接近白色的颜色 甚至于是白色 然后呢 左右翻转 翻转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像水花一样的效果啦 好 那这个海浪就做好了 那海浪好了之后 这个沙滩的颜色如果只有这样子 其实是有一点无趣的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笔刷工具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笔刷的大小 接下来在填满颜色的地方 我先选取这个沙子的颜色 然后稍微调深一点点 接着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做一点点稍微做一点点点的效果 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沙子一样的效果 那看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那同样的 如果你希望有这个水花的效果 我们一样也可以使用笔刷工具 然后呢 我们就选择白色 选择一个白色 然后在这个笔刷的部分 当然这个时候的笔刷 我们就不能跟沙滩一样大了 我们的笔刷要稍微大一点 然后在这个旁边的部分呢 稍微有一点点浪花的感觉 当然你甚至于可以让浪花 有大大小小的不同变化 比方说像这个样子 有大大小小的不同变化 那当然不要点太多 点太多有点奇怪 好 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们的沙滩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希望再更多一点点 呃 象征物的话 那沙滩上大部分会有贝壳吗 会有海星啊 那比方说我就加个海星好了 那海星的话呢 大概是橘红色的吧 我们给它一橘红色的海星 好 假设我要做一只海星 那我一样呢 把这个拉杆 节点拉出来 然后像我们的海星就是 派达星是五只 五只 五只 五只手指头 哎 不是脚 手指头 好 那我们的海星就随意的拉一下 那你说要不要做的非常的精致 或者是详细呢 其实不用 因为这种东西是配角 那配角这种小零件小物件 我们只要看得出象征的造型就好了 不需要做的太精致 或者是太完整 因为如果说你把它画的太精致太完整 事实上也是蛮浪费时间的 那如果你觉得它不够明显 我们甚至于给它一个小小的外框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海边的效果了 那至于这个海浪动态的感觉 我们当然就直接在物件这边制作 做翻转拉 或者是让它有前后的这个调整 在城市的部分做调整就可以了 那以上这个是海边的画法